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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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是没有特别讲 但是我们当然知道说 这所谓的这个典型 应该就是这个典型的自己的意思 那什么叫典型的自己呢? 就是自己的风格 就是像这边的 如果我今天是这个肯定的 rashii koto ba的话 就是好像是我自己的风格 也就是说我会讲出来的话 就是我平常好像会讲出来的那个话 那是符合我的风格的 但是今天变否定了这个 rashiku nai koto ba 也就是这个话呢是不符合我的风格的 也就是这个话好像是我平常 不会说的这个意思 好,所以这样的一个话语呢 ukande这样浮现出来了 所以我们整句话翻成说呢 脑海浮现出不像自己会说的话 好,那下面 寒さが心地よくで 好,所以这个寒さ呢 是由这个寒い 这个一形容词所转来的这个 名词形哦 它代表寒冷的意思 因为这个一形容词改成s 之后呢 它表示那个程度 就是寒冷的程度 当然我们直接翻成寒冷就可以了 那这个后面的 心地よくで 这边是定型 当然原本就是心地よい 心地よい 心地よい呢 就是指说很舒适的意思 好,所以整句我们翻成说呢 寒冷 好,让人感到舒适 然后呢下面 are?なんでこいなんかしてんだろう? 好,所以这个are 就是这种怀疑的这个语气哦 就是い 这样的意思 nande是为什么 那こいなんか 那这个なんか呢 是由など变形过来的 它这边有这个轻式的这个语气哦 好,那后面这个してんだろう 那个してんだ哦 其实那个してん 那个 ん就是ている的意思 就是している 的一个这个口语型的一个说法哦 好,那也就是这个している的意思 那当然就是正在进行哦 那后面这个だろう 这个是要求确认的用法哦 就是呢 你可能要问别人说呢 诶,为什么啊 是这个正在恋爱了呢 好像恋爱了呢 这个意思 好,所以这个是要求确认的一个用法 当然啦 我们知道说呢 这个应该是这个 呃,讲话的这个人 哦,我们这个第一人称呢 他自己在心里面 哦,自问自答的感觉哦 所以呢,应该是没有人会回答他的 哦,所以其实呢 与其说是要求确认 哦,其实当然你也可以解释成说 他带有一种感叹的这个语气在里面的 所以整句我们可以翻成说呢 咦,为什么好像有恋爱的感觉呢 好,那这一句 せいやだなんだと くりかえすうたと 那前面这个せいや 也就是圣诞夜的意思哦 所以せいやだ 那后面这个nanda 其实那个nang就是nani 那当然后面因为加了da的关系 所以他变成nang 好,所以这个せいやだなんだ 其实我们就翻译说 这个圣诞夜还是什么 就是你在讲话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是圣诞夜啦 但是呢 有时候你稍微没有百分之百确定 好,所以像我们中文也是一样 我们有时候会说圣诞夜啊 还是那个什么的 这样子 好,那日文在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圣诞夜还是那个什么的 他可能没有那么确定 那基本上就是圣诞夜的意思 然后我们这个to 是一个这个并列的一个用法 和后面那个东西再做一个并列 好,所以他后面说呢 这个くりかえすうた 就是呢 一直重复的意思 所以一直重复的歌 我们知道这个圣诞夜 那这个圣诞歌就是会一直重复的 那后面这个to 还是一样是同像并列 要跟下一句的东西再去做一个并列 好,所以下一句的东西 等一下再看 我们先把这句翻出来 那这边呢 我们中文是翻成这个都怪 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都怪其实是下面一句 才会出来的 那我们只是先把它翻出来 因为中文语顺的关系 好,所以这边说 都怪那圣诞夜还是什么的 好,那和 那个和就是to 这个并列的用法 和一直重复播放的歌 好,下面说呢 わざとらしくきらめく街のせいかな 好,所以这边的わざと 当然就是这个很刻意的故意的 那这个らしく呢 我们刚刚有看过 らし是一个典型的 那这边它把它变成らしく 是变成副词形 再修饰 后面这个きらめく 这个动词 好,所以这个きらめく 就是闪耀的意思 好,所以是很典型的闪耀 好,那当然这个 呃,如果直接这样翻 可能听不太懂 其实它就是说呢 わざとらしくきらめく 就是很刻意的 然后呢 去把那个那个街道 有没有 把它弄的 就是很闪闪发亮的感觉 那这样一个感觉呢 是很典型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圣诞夜呢 大家都会那么做 典型的圣诞夜的风格的这个意思 那后面说这个街のせ 那后面这个せ 当然就是我们前面第一句 那个中文的都怪的那个字 那后面这个がな 这个那有这种感叹 或者是寻求同感 表示同感的 就是我这么认为 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呢 这样的意思在里面的 好,所以这边翻的说呢 就是应该跟前面一起看 就是说都怪圣诞夜啊 还有那个一直重复的歌啊 还有什么呢 那个配合节庆单 就是配合这个圣诞夜呢 所以刻意弄的 闪闪发亮的那个街道的意思 好,下面这个副歌的部分 あいたいとおもうかいすが 那所以あいたい呢 这个什么什么态式 想要做某动作 所以あいたい就是想要见面 那这个と呢 是一个引用的注词 因为后面这个思う 是你的一个这个感受或想法 所以把你的感受 或这个想法呢 把它引用出来 好,那所以就是 你想 这个你想要见面 的这样的一个怎么呢 这个开始 当然就是次数 所以我们就简单翻译说呢 想要见面的这个次数 然后下面说呢 あえないと痛いこの胸が 那あえない 那这边的这个 原本是あえる 这个是可以见面 把它变成否定 他就变成あいな 就是不能见面 所以这个是可能行 再变否定的一个用法 那后面那个to 其实还是引述的to 跟刚刚前面是一样的 就是说也是一样的 因为后面讲说 痛いこの胸 就是你的这个心很痛 所以是怎么样的痛呢 一样他在讲说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呢 就用这个to 把前面这个东西 你的这个感受 就是你没有办法见面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内容 把它引用出来 那我们这边翻译 有稍微再做一点小小的变化 就是说心中不能见面的痛楚 我是觉得这样翻 可能听的中文 听的比较清楚一点 好那下面说呢 君のことどう思うか教えようとしている 所以君のこと 当然就是你的事情 但这个事情 其实中文是不用翻的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 在讲你的这个意思 你这个人 就是どう思う 是怎么想的 那这边是谁想的 当然就是我想 就是我是怎么想 就是关于你的事情 应该就关于你 我是怎么想的 这样的这个意思 不是你想 这边要注意一下 是我想 好 所以呢 我是怎么就是 我是怎么想 想你这个人的呢 那教えようとしている 这个用とする呢 它是正打算要怎么样的意思 所以如果今天是教えようとする 就是我正打算要 那教える是这个告诉 所以正打算要告诉你 可是呢 后面它又变成してる 它这个てる当然就是ている 把一省略掉 它又变成てる 代表状态持续 所以它一直持续着 正打算要告诉你 就是我 我怎么想你的 就是 就是 我的一个想法就对了 所以它最后到底有没有讲呢 其实没有的 因为它把那个正打算要 告诉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这个 应该说一个动作吧 它一直持续着的意思 所以其实实际上 它是没有讲出来的 所以整句我们就翻成说呢 这个好想说出我对你的感受 那我们中文翻成我对你的感受 我们听得比较懂 但是日文你看 它这个日文是说呢 就是我是怎么想你的 这样子 但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说 是我对你的感受 这样我们比较容易了解 好下面 いいよ そんなこと自分でわかってるよ 好 所以这个いいよ 就是说算了吧 那そんなこと那样的事情呢 自分で 那这个で很常用 是代表一个范围 就是自己做一个范围的 那わかってる 那当然就是我是知道的 那所以整句就翻成说 算了 这种事情呢 我自己很清楚 好 那下面 Santaどうやらに頼んでも仕方ないよな 好 所以这个Santa 当然就是这个圣诞老人 那这边的とやら 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边的とやら呢 其实这个と 是比较 比较虚的一个助詞 它是引数 就是说把前面那个Santa 这个圣诞老人 这个东西引用出来 可是实际上呢 其实他们在这个句子里面 它是没有太大的功能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やら 这个助詞 やら这个助詞 但是很多同学不熟 其实呢 在这边其实就可以等于什么了 就等于这个表示不定的一个咖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やら 换回 就是同学可能比较熟的咖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toker 有没有 所以toker 可能同学就有听过 我们说这个toker 什么意思 就是在举例的时候说 什么什么的啦 什么什么的啦 的那个意思嘛 那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呢 因为toker的to 我们刚刚说了 to就是把那个名词把它引用出来而已 然后咖就是不确定的 那既然是不确定的那个东西 就是代表你在列举 但是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是那个东西 所以其实这个toker 就是那个toker 然后那个toker 其实就是 呃那个ka前面再加一个to 这个引用出来的而已 其实就是这样子 好那后面这个ni呢 当然就是表示对象的助詞 因为后面是toker 你要去拜托 好所以santa toker ni toker 就是呢 你要去拜托圣诞老人之类的 其实就这么简单 那只是变成tanonでも 这个demo呢 这边是 变成一个这个假定的逆接条件 就是你即便了 即便拜托了圣诞老人之 这个之类的呢 那也怎么样 shikata nai yo na 那这个shikata nai 但就是没办法哦 那后面这个na 有感叹的这个语气哦 好所以整句就翻成说呢 即使拜托圣诞老人之类的 也没办法吧 好那下面这句 できれば横にいて欲しくで 那できれば呢 这个八型呢 当然是一个假设性的条件 而且呢 我们说这个八型啊 他这后面的这个主要子句呢 呃如果说 应该说前面这个八型 本身这个条件句 为状态的时候呢 主要子句是可以有抑制表现的 所以等一下后面会有抑制表现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八型他本身这个条件句呢 是不是状态 所以できれば 也就是できる 所以できる是 这个可能表现 那可能表现 我们知道 他是一种状态 所以他符合这个条件 那后面是可以 接这个意志表现的哦 那所以后面说这个 横にいて欲しくで 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てほし 这个てほし呢 是这个非常多 这个日语学习者哦 就是说呢 他要嘛搞不清楚意思 要嘛就是要他讲 讲不出来的这个用法哦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学不起来了 我们说ほし 是单纯的想要一个东西 但是てほし呢 是希望他人或外界做什么动作 就是动词提醒加ほし 所以いてほし呢 いて当然就是いる啊 存在的动词啊 所以いてほし 是希望对方存在 那存在在哪里呢 存在在那个横に 就是在旁边 所以当然就是できれば是可以的话嘛 所以就是可以的话 希望你在旁边 好那我们说 希望对方做这个动作 那希望是不是你的意志表现啊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前面八行 在这个情况下 后面是可以接意志表现的 好所以整句我们翻译说呢 可以的话 希望你能在我身旁 好那下面 どこにもいて欲しくなくて 所以どこにも的も呢 这边是一个 否 应该说是一个全面 对不起啊 这个是 因为后面有个否定啊 所以合起来是一个完全否定的一个用法 好那因为后面这个 いて欲しくなくて 好所以 いて欲しい是希望你去嘛 那变成欲しくなくて 就是欲しくない 但就是不希望你去嘛 好那因为又加一个more 是表示全面的用法呢 所以呢 我们再强调一次啊 这个て欲しい呢 不是自己想要做 一定是希望对方怎么样 啊指这边变否定 希望对方哪里都不要去 好所以整句我们翻译说呢 不希望你去任何的地方 或者是别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个て欲しい 好那下面一句还是有这个て欲しい 他说呢 僕のことだけをずっと考えていて欲しい 所以我的事情呢 那就是我这个人啊 那だけ是只有 那ずっと是一直 那考えていて欲しい啊 那考えている是 这个一直想嘛 那又变成て欲しい 我们再强调一次 て欲しい希望对方想 所以不是我要想 而是希望对方想 所以我们整句翻译说呢 希望你呢 一直将我放在心上 好下面 でもこんなことを伝えたら かっこ悪いし 好所以でも是但是 那こんなこと 是这样的事情 伝えたら 这个たら是一个假算性的条件 所以就如果这样的事情呢 我把它传达出去 当然就是这个 讲给你听啊 传达给你的话呢 那かっこわり 我们说 这个かっこい 就是很酷很炫啊 很酷的这个意思 或者是很帅哦 那かっこわり 当然就是相反的意思哦 就是很不帅啊 很逊啊之类的意思 然后我们这边呢 西呢 我们说西原本是并列的一个用法 那但是等一下 我们往后看的话 就知道说呢 这边也带有 轻微理由的意思 我们说轻微理由 就是说呢 这个かっこわり 它只是众多理由当中的其中 这个一个比较轻微的理由之一的意思 好 所以我们整句先翻成说呢 但是 这些事 或者是这样的事情呢 说出来的话就太逊了 然后下面说呢 長くなるだけだからまとめるよ 所以長くなる是变得很长嘛 那だけ是只有嘛 所以就是 代表说这样 就这样子的话呢 就只会变得很长 就是说如果我要把 什么我 这个这个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我希望你啊 想我啊 我希望你在我身边呢 就是一堆全部都要讲出来的话呢 那只会变得很长的 这个意思 那这个color 当然就是表示 原因理由的意思啊 所以因为呢 就是会变得很长 好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color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刚刚说 第一句的那个c 有没有 说那个很逊啊 所以那个很逊的 可能只是众多原因 里面呢 这个一个比较轻微的理由而已的 那后面まとめる就是呢 我们要做一个这个 归纳整理的意思 好 所以我们整句翻成说呢 好 就是前面那件事情呢 而且 就说如果要传达给你的话 也太长了 讲不完 好 所以まとめる 所以总归一句怎么样呢 君が好きだ 好 所以当然我们说这个が 是表示状态的主意哦 所以我们就翻成说呢 我喜欢你 好 好 接下来这句 はしゃぐ恋人たちは 好 所以这个はしゃぐ就是呢 这样子一个 嘻嘻闹闹啊 很欢乐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翻成说 欢乐的情侣们 然后下面说呢 トナカツのツノナンカ ハヤシテ 那这个トナカツ 就是这个巡路 因为是圣诞节嘛 那ツノナ就是他的脚 那后面这个ナンカ呢 我们刚前面有说呢 这是一种轻视的用法哦 所以呢 在这句歌词当中 他用了非常多的ナンカ 所以你会发现说呢 只要是别人的 就是别的情侣啊 或者是恋爱这件事情啊 他很多都加一个ナンカ 因为他在轻视他 也就是说呢 这个主角啊 他很明显是这个 去死团的成员 那看到别人闪光 他就是诅咒别人去死去死 所以当然他就是 怎么讲呢 他就是带有一种轻视 轻视别人 轻视恋爱的这个 呃 感觉在里面 所以他用了很多次的这个 ナンカ在歌词当中 那后面这个 はやして はやす就是长出来 所以我们整句就翻成说 好像长出巡路的脚一样 好 那下面 よくひとまえでできるな 那这个よく呢 就是我有看到 呃 就是也有别人去翻译 这首歌的一个歌词 那我有看到有人 好像把这边的よく 翻译成经常哦 那我个人是觉得 这边应该不是经常哦 因为这个よく 其实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意思哦 我们先看一下后面好了 他说ひとまえで 在人前嘛 那できるな 那できる 我们说是可以能够的意思 那这边的可以能够 什么意思呢 当然就是我们上一张同一篇 讲的说就是 这个情侣在放闪 好 那所以如果你翻译 经常的意思 是不是就变成说呢 这个呃 怎么讲呢 经常在在 怎么讲 在这个大庭广众下哦 就是在那边放闪 好 这样翻译好像也没有说 没有说错的太离谱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听起来怪怪的 其实呢 yoku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yoku这个字其实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五个主要的意思 那这边我觉得它是 比较属于 这个所谓的这个 惊讶或者是反凤的这个语气 那一般我们 中文可以翻译说 静能怎么样的意思 我个人觉得这边 应该比较不是所谓的这个 经常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意思 好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yoku 这个意思稍微 所以请大家掌握一下 好所以我们这边是翻译说呢 这么敢在大庭广众下放闪 或者是你也可以翻译说静感 有没有觉得说如果翻译这样的话 那yoku就会比较合乎这样的一个感觉 你翻译经常 什么经常在大庭广众下放闪 就听起来好像稍微有点怪怪的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那下面说呢 那也就是没有啊 那羊ましい 变成羊ましくない 其实它变成羊ましくない 只是呢 它在把这个ない跟这个ku呢 中间呢 再夹了一个这个nante 所以这个nante 我们刚刚说是轻视的这个语气 好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说这个y形容词变否定 是不是变什么什么kunai 对不对 那这个y形容词变的这个否定 它的这个中间呢 是可以夹一些注词的 我比如说最常夹的 比如说是wa 有没有我们常常看到什么 おいしくはない 有没有 おいしくもない 有时候加一个wa 加一个mo 当然它都是好像wa 的话就有强调的意思啊 那mo 的话当然就是有这个也的意思 所以y形容词变否定 它是可以中间去夹这个注词的 但是如果是动词的耐行 是不能这样做的 好所以这个是动词耐行 跟一形容词的这个否定 最大的一个差别 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所以呢 它还是一样是轻视的这个语气 那我们这个keto呢 其实就是有点语代保留的这个感觉在里面了 我们中文大概是不用翻的 好所以我们整句就简单翻成说呢 不我才没有羡慕呢 好那下面 君が喜ぶプレゼントで何だろう 好所以这个君が喜ぶ 你会开心的这个プレゼント这个礼物 然后这个小吃再加て呢 这边是表示一个主题的一个用法 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主题呢 那是何だろう 何就是那何那个字 那だろう呢 这边是个要求求人 所以到底是什么呢 好所以我们整句翻成说 什么样的礼物你会喜欢呢 好那下面 僕だけがあげられるものって何だろう 好所以僕だけ是表示只有 这个限定的用法 好所以只有我怎么样呢 あげられる 那这边是あげる是给嘛 那这边是变成可能表现 可以给 好所以只有我可以给的这个もの 这个东西呢 那这个小吃て 还是一样是主题的用法 所以代表这样的东西 好作为这句的主题 那后面何だろう 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整句也是翻成说 什么东西是只有我能给你的呢 好下面 大好きだと言った返辞が 好所以这个大好きだ 这个最喜欢你 と言った就是说出了 所以说出了最喜欢你 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返辞 那返辞就是回复 所以这样的回复怎么样呢 好我们继续接下去 思ってたのとは違っても 那所以这个思ってた 当然就是思っていた 就是之前所想的 那后面这边的一个の呢 是代替以知名词的用法 因为后面要加注词 不能动词直接加这个注词 所以我们加一个这个 一个虚的一个名词 让他有这个名词的这个词性在这边 那这边的to 是这个比较的一个对象 就是呢 跟你原本所想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内容 来做一个比较 那后面说这样 就是和原本所想的来相比呢 那違っても違う 我们说是不一样的 不相同的 那就是相意的 那違っても 就是说这个逆接条件 就是即便是相意 即便是不同的 好 所以我们就翻译说呢 即使和原本想的不同 好就是说这样的个答复呢 即便和我原本心中所预想的不同 好那怎么样呢 それだけで嫌になんでなりやしないから 好 所以それだけ 我们说只有这样 那这个で呢 是一个范围或界限 哦 所以代表你的范围或界限呢 就是直到这样 代表那个程度没有很高的意思 好 那后面说的这个 いやになんで 我们说这个なんで 就是轻视的语气 所以其实不用太理他 那后面的这个 なれやしない 我们说 如果你把这个なれ先换成なる 我们说いやになる 就是变得讨厌嘛 然后把它变成这个いやになれる呢 就是会变得 或是可以变得讨厌 这是可能性哦 那我们再把它变成这个 呃 ます形去ます 就是なれます 再把ます去掉呢 好 所以就是なれはしない 原本是わ 那在口语呢 改成や 我们这种动词ます形去ます 再加一个する 应该说加しない 他都会加这个 这个否定的 就说绝不会怎么样的意思 就是动词ます形去ます 就是加わ加しない 比如说呢 我们举个例子哦 比如说去叫做行く嘛 那ます形是行きます 那去ます之后是行き 所以行きはしない 就是绝对不会去的意思 那所以这边呢 这边 いやになれはしない 就是绝对不会变得讨厌的意思 那种なんで 我们说你就不要理他 那最后面这个から呢 我们这边卡拉要注意一下 其实他这边 比较不是所谓的原因理由 所以你不要翻成因为 因为如果呢 你这句翻成因为的话很奇怪 好 因为这样那后面就没有下文了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们说卡拉有时候呢 他只是一种 好我们代表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加强语气而已 好 所以这个中文的不一定要 真的找一个字把它翻出来的 好 所以我们这边这个翻成说呢 但绝对不会只是这样 就变得讨厌你 OK 所以我们说这个绝对不会只是这样 就是说呢代表说 如果呢 我今天在第一句 我说出了最喜欢你 那之后的这个答复呢 和原本想的不同 当然可能就是这个被甩了 即便只是这样呢 我也不会就是说变得讨厌你 我刚刚好像有点讲错 应该是说变得讨厌你 我绝对不会因为这样就变得讨厌你 好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才讲说呢 这个这个D是有这个范围的 就他觉得说呢 即便你的这个答案 和我原本想的不同 那那个那个范围那个程度啊 是很低的 我不会因为这样就变得讨厌你的这个意思 然后面这个Color 就是一种加强语气的一个感觉 好下面这一句 好 所以 好 好 这个像星星 然后呢 那就是 当然就是 当然就是 你要去许愿的意思 然后他把 就是之类的动词把它省略掉了 那 我们刚刚讲过非常多次 这个是轻视的一个语气 然后我们这个S呢 是男性常用的 我们说在这边是一个轻蔑啊 或理所当然的 当然这边主要是轻蔑啊 因为你前面都出现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边的S呢 有点那种这个轻蔑的语气啊 就是像 像星星许愿之类的啊 就是 柄じゃない 那柄就是 有那种就是一个人的风格啊 性格之类的 那所以柄じゃない就是 这不是我的风格啊 那Keto呢 但是他出现了这个逆阶啊 所以虽然 像星星许愿不是我的风格 好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就是说呢 像星星许愿之类的啊 那虽然不是我的作风 好 那怎么样呢 結局 君じゃないと嫌なんだって 好 所以那 結局就是 这个最终啊 最后 那君じゃないと 那这边的头呢 是 我们说这个条件句啊 那前面假那是否定嘛 所以就是说呢 最后 如果不是你的话呢 那 这个 嫌なんだ 就是呢 这个我是很不想要这样的一个结果的 那最后呢 再用这个触音て 这是一个引用的用法 引用什么东西呢 当然就是 引用我自己的想法 我把我自己的想法呢 引用出来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 就是这个 て 那小 这个小字て但原本是と 就是と思う 那把思う省略掉 你可以这样子想 好 所以我们就翻译说呢 但终究因为非你不可 好 那所以怎么样呢 見上げてるんだ 所以呢 見上げる 当然就是向上看嘛 那后面这个 うんだ 是这个 针对 这个原因理由 来做一个这个 确认或说明 但就是针对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东西 好 所以我们就翻译说呢 还是抬头了 但这边的这个抬头向上看 就是指许愿的意思 好 那下面 あの時君に出会って ただそれだけで 那这边说 那个时候呢 和你相遇 然后呢 ただそれだけで 这个我们刚刚也看过了 就说这个d是范围界限嘛 所以就是 你这个范围或界限呢 就是怎么样 就是ただそれだけ 就是只有这样 好 我们就翻译说呢 那时和你相遇 那就仅仅只是这样 就是没有做 多做别的啊 就只是和你相遇 然后怎么样呢 自分も知らなかった自分が 次から次に 好 所以我自己呢 也知らなかった 也没有这个发现 就是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的 好 那这样的个自分自己呢 怎么样呢 次から次に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 但他没讲完啦 但我们可以猜说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 这个爱上你啊 之类的 好 下面 会いたいと毎日思っていて 那当然这边后面的思っていて 就是思っていて 就是 我是长期的 持续的 都是这么想的啊 怎么样呢 就是每天都想着啊 要见你 好 那下面 それを君にしてほしくで 那后面又出现了 我们说这个てほし 我们刚前面看过很多次 我们先看到前面 这个きみに 这个に 是对象的一个 这个に 我们刚刚在前面好几次出现的这个てほし 其实呢 他的意思其实也是 对象也是きみ啊 也是你啊 只是他没有写出来 他把省略了 好 那我们这边就特别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てほし 如果你要表示那个对象 就说你希望的那个对象呢 啊 做什么事情的话呢 啊 那这个 助詞当然就用这个に 啊 这应该是很好理解的 那我们再讲一次说 てほし呢 是希望他人做 或者是外界做某些动作 所以做什么动作呢 后面前面 应该说前面这个てしんして 就是知道 好 所以我们就翻成说呢 这个好想让你知道 それ 就这件事 哪件事呢 那就是第一句啊 就是每天都想见到你 这样的这件事情 那下面说呢 すれちがうひとごみに きみをさかしている 那すれちがう呢 就是这个擦身而过的这个意思 那ひとごみ呢 就是我们可以翻成说人群 那这个に呢 就是一个定点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擦身而过的人群当中呢 在这个定点当中 怎么样呢 きみをさかしている 我都是有一直在寻找的 好 所以我们就翻成说 在擦身而过的人群中 这个找寻或寻找你的身影 好 下面 こんな日はほかのだれかと笑ってるかな 所以こんな日 这样的日子 当然就是指我们今天这个所谓的圣诞夜 所以呢 这样的这个日子怎么样 ほかのだれ 就是其他的这个别人 那这边的か呢 是不定 所以だれか 就是呢 其他不确定的这个别人的意思 那这边的と 是同向并列 所以和 就是这样的一个别人 一起怎么样呢 わらってる 就是在这个欢笑 那所以我们就翻成说 这样的日子呢 你正在和别人说说笑笑 或者是欢笑吗 好 然后继续说呢 胸の奥の奥が苦しくなる 所以内心深处的深处 变得痛苦 那下面呢 有很多是刚刚前面讲过的 我们就快速念过去 できれば横にいて欲しくて どこにも行って欲しくなくて 僕のことだけをずっと考えていて欲しい やっぱりこんなことを伝えたら 格好悪いし 長くなるだけだからまとめるよ 君が好きだ 好 那这边呢 只有这个第一句 他把最前面这边 他有改成了这个 やっぱり 那当然やっぱり 我们也知道说就是 这个果然的意思 不过跟我们前面 这个重复过的内容 这个意思啊 基本上是这个 还蛮接近的 好 最后的部分 聞こえるまで何度だって言うよ 聞こえる是这个 听得见 那这个まで呢 我们说这个まで 原本它表示 终点的一个住词 可是这边呢 其实与其说是一个终点 它更偏那种所谓的范围 或者是我们说的更清楚 就是说极限 它更偏极限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这个 何度だって 好 这个だって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哦 だって也是一个住词 其实呢 在很多时候呢 它可以等于もほでも 在这边就是demo的意思 就是何度でも 不论几次 不论几次 所以不论几次怎么样呢 一物有我都会说哦 所以我 就是不论几次我都会说 说到怎么样呢 聞こえるまで 说到你听得见为止的这个意思 好 所以你看这个まで呢 它不是单单的终点 它可以是 就是有这种更极端的一个极限的感觉在里面 好 所以我们整句就翻译说呢 这个直到你听到为止 那不管即便 我都说 那说什么呢 最后再重复 那就是这首歌的一个这个内容哦 那因为这首歌呢 我个人觉得啊 就是说 因为跟这个日剧 本身的内容真的还蛮搭的哦 所以 建议大家 就是这部日剧呢 如果兴趣的话 就是朝五晚九这部哦 那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部的一个这个内容 然后呢 再搭配这首歌听一下哦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解说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 また今度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以上就是这次的讲解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并请继续观赏其他相关影片